新冠状病毒目前在美国每天受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面对病毒的凶残 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如果封城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干货信息 切莫佛系抗疫 如果新冠疫情在社区里传播 我们该怎么办 面对疫情 最重要的就是淡定 别慌张 保持理性 在社区爆发新冠疫情之前 大家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需求和日常活动 预先制定好家庭行动计划 保护家人健康 您可以先了解所在社区内的救援组织情况 创建一个当地组织列表 例如医疗保健服务 支持和资源等机构 方便您和家人们在所需要的时候 可以立即联络到他们 创建紧急联络人列表 确保您的家庭有一个当前的紧急联络人名单 包括家人 朋友 家庭医生 小时 雇主 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等 了解孩子学校或儿童保育机构 的紧急运行计划 疫情到了严重阶段 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可能会建议 临时关闭学校以缓解疾病的传播 提前了解学校若关闭 在此期间有着怎样的继续学习计划 同样 您也可以提前向自己的雇主了解 对于生病或需要照顾生命的家人时的 病假政策 及居家 远程工作选择 也可以向当地的就业发展部门机构 了解疫情无法工作这种情况下 新出台的福利和补助政策 如果居住条件允许 提前在家里规划出一个 含独立卫生间的房间 以备居家隔离所需 非必要的情况下 还是建议大家减少外出 疫情期间 大家可以提前储备两个星期份量的食物 水 以及不容易变质的如谷物 可存放的极冻素食 豆类 罐头食材 干果 食用油 以及调味品等 家里有毛小孩的 也要为宠物们买些他们的口粮哦 当然囤货也并非盲目购买 以免引起浪费 准备足够的日常用品 特别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手液 卫生纸 清洁纸 清洁剂等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注意个人卫生 以及家居清洁 可以大大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提前续取处方药 如果有患有慢性疾病的家人 日常的处方药 也建议家里预备有30天份量以上的药量 准备好医疗记录 准备好医疗记录的副本或电子版本 以备就诊时 尽快让医护人员了解健康状况 和家中的孩子们谈论疫情的话题 让他们了解诸如有什么症状 如何洗手 疫情爆发时 应如何应对等 鼓励他们分享其担心的事情 并提出问题 照顾家庭成员的情绪健康 疫情期间 大家不必要产生紧张 慌乱的情绪 若产生焦虑 可以家人们表达出担忧的感受 交通的四通八达和人员的交流沟通 在新冠病毒的大环境背景下 都会令人感到心慌不安 但如果大家可以从细节上留心留意 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感染的可能 因此 日常的预防措施也是极其重要的 预防疾病的最佳方式是避免接触该病毒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则始终建议在日常中做好预防措施 以帮助预防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鉴于目前市场上免洗洗手液授庆的情况 我们在篇尾为大家送上自制消毒液的彩蛋 您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芦荟胶 精油 易用酒精 搅拌碗 勺子 漏斗和小瓶子 制作的步骤是 首先混合酒精和芦荟胶 以2比1的比例将酒精和芦荟胶倒入搅拌碗中 用勺子搅拌均匀 小心不能让酒精直接接触皮膚 再次加入5-10滴的精油 喜欢香味浓一点的可以多加几滴 第三步就是装瓶 将漏斗放在小瓶子瓶嘴处 将混合好的消毒液倒入其中 最后我们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 做好防范措施 度过疫情的难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